哇塞 好喝照 你咋嘛 千万别叫了 太阳探店良心推荐 今天这个是驻京办系列 我觉得它可以算是驻京办 今天我们来的就是北土城 千岛湖鱼味馆 那你一听你就知道了对吧 这肯定就是杭州驻京办 今天点的是全鱼宴 这一桌子五个菜都是鱼 他们家最有名的鱼头汤 熏鱼蒜蓉蒸鱼骨 蜜质臭鱼味 这边这个叫干炸大银鱼 今天就是从头到尾给你们吃一遍 这个汤真的就是现熬的 为了等这个汤 我们在这儿溜溜坐了半个小时 然后它这都是鸣厨 所以你就能看到它熬这个汤的过程 我就是一个砂锅 然后里头放了一个鱼头 剩下啥没有 不停的在这儿孤独 咕噜了半个小时 你看这种汤就是大火快炖 眼见着它从一锅清水变成了这种奶白色 现在这个状态喝下去 就是鱼的鲜味加上一点点香葱跟香菜的味道 然后就要进阶了 每桌都有一半盐一半白胡椒 对吧 就这点白胡椒加进去 整个这个鱼汤的味道就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是没有想到这个变化会这么大 闻起来就是淡淡的胡椒味 然后但是整个喝起来的时候 你会有一点辛辣的味道 有很浓的胡椒香 这个喝起来是完全就是两个感觉 我觉得如果你们来吃啊 一定要体验这个过程 真的好 都是五斤一个的连鱼头 如果你点大份就是一整个 如果你点半份就是半个 尝尝这种刚煮出来的是什么味道 然后再蘸他们家蘸料吃 白水煮的有点淡淡的土腥味 就是一点点 然后蘸哪他们这个秘制蘸料再试一试 神乐真是 我得蘸个大的 姜和醋还有酱油这种对的油 它能够激发整个这个鱼肉的鲜味 而且能掩盖它这个腥味 一点点清味现在已经吃不出来了 这个鱼肉确实让我没想到 改变还是挺大的 但是它这鱼啊 有一说一确实还是有一点点腥味 汤的质量是没问题的 但是肉的质量确实跟长洲猪精卖还差一点 蒜蓉蒸鱼骨 这一个个看着就跟那个扇贝那个感觉似的 一个大扇贝 尝尝这块鱼骨 这个鱼骨一点腥味都没有 非常的鲜 而且它这蒜蓉 整个味道就盖出这个鱼肉的香味 加上这种口感 就是一个超大号的扇贝猪 缺少了一点扇贝猪的甜味 但是吃起来油脂的香气很级 我以为中间能做出点东西了也做不出来 你看社友小卖这个 它就有一个洞 它能搬上这种鱼的骨髓来的 然后吃起来是那种痰痰的口感 像果冻一样 但我这就一坨 咋着也弄不出来 就很生气 熏鱼这个就比较多了 什么乌里香什么的 但凡是个这种江浙菜馆都会 哇塞 好烧烧的 你咋嘛 千万别叫了 这比乌里香那个好吃吧 这个是我吃到过的熏鱼里面 唯一一个我爱吃的 这个熏鱼特别嫩 而且它不是很干的那种 它还非常润 做的不是非常干 就是你咬起来只剩嚼劲那种 这个鱼肉的嫩滑还在这地方 而且它做外边这层壳 胶胶的里面鱼肉嫩嫩的 原来熏鱼这个味 对我还可以吃 微生是好的 它搞得是个凉菜 但是这个菜上来的时候是热的 而且已经放过一会儿了 因为我们在拍别子 密质臭鱼味 臭鲑鱼的那个做法做的 所以也是腌制了好几天 一点点淡淡的臭 这个应该是 连鱼味吧 吃起来有土腥味 不是南方讲究冷 连鱼头青鱼味吗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 它门口摆了一个特大的鱼 叫什么千岛湖鱼王 是一条青鱼75公斤 150斤 比山小妹还沉 这个鱼味吃起来就是它这个鱼皮炖的很好 胶质感很强 而且非常弹 鱼肉应该也是炸过 然后整个吃起来是很紧实的那种感觉 吃起来就跟那个肉皮炖的那个感觉似的 我从来没想过鱼皮能吃出这种感觉 千岛湖大银鱼 你看这个鱼不小 而且说这大银鱼是他们千岛湖一绝 说只有这个饭馆能吃到 那来尝尝吧 炸的嘛 肉确实够大 之前说你们都是鱼小的鱼 我不知道是没有骨头还是怎么样 吃起来是没有骨头那个感觉 又酥又香 里头白白的那个就是鱼肉 非常嫩 而且几乎你尝不出这个鱼肉的这种口感 你一口下去直接就是面壳这个酥脆 然后紧接着就是这种软嫩的鱼肉 但是吃不出鱼肉 你这吃完都不知道鱼头鱼尾的是哪边 这就是里头一整条大银鱼 这是他们自己养殖的 说每一条都是12厘米长 这十两小麦给它包下来了 它不是中间有点刺儿啊 你就感觉在吃肉鸣 就放在嘴里头一抿整个就化开了 就口感好神奇 从来没吃过这样的鱼肉 有点像内脂豆腐那么软嫩 但是它中间有一点点鱼头 所以你吃出来它不是豆腐 而且鱼肉的鲜味很重 哇好吃 我们已经吃完了啊 原价457 但是我们跟它聊了几句 我们觉得鱼尾做的里面不好吃 就是没有别的好吃 然后这店家服务超牛 就说那鱼尾我们就送你了 YYDS的江南熏鱼对吧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北京吃过这么多熏鱼里头 最好吃的一家 比什么长州住京万币 什么乌里乡都强动过了 至少以我们的口味认知上 它会更好吃一些 就首先它是热的 它不是凉的 然后其次就是外壳是那种焦酥的 然后里头鱼肉还是很嫩的 而且很多汁也非常入味 一点土香味都没有 这个YYDS的味 然后这个香酥月亮糊 打印约12厘米 大概每一条都这么长 真的是又软又香 就是你带着壳吃跟包了壳吃都很好 我觉得这吃起来确实很厉害 就这俩菜要不是因为后厨下锅了 我们都想打包两份 拿回家给爸妈尝尝 蒜蓉鱼龙 我这个菜也很好吃 但是我要吐槽一下 它出品标准不一样 有的里头是有鱼髓的 有的里头也是有鱼髓但是吸不出来的 你知道吗 你也感觉吸不出来你真的很淡疼 幸亏是有小妹那个能吸出来 然后我也尝了尝了 要不然等于是我少尝一个口味 我觉得这个可以再研究一下 我觉得这3808花达是我们吃这些猪蜂里头 我觉得现在比很高的一道 好感谢您说完这一期太阳烫店 我吃了你尝了 这期视频关了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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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